外形非常甜美的美女主播劉心童 常常会透过社群平台发文 和网友分享生活大小事 最近她在脸书发文透露 过去曾有一段恋情 对方是一个会对她动手家暴男 她提到两人早已经分手78年的时间 她本来以为 自己可以用宽容的态度去评论这个人 但原来这只是她清醒时的想法 她透露有一天睡觉时 潜意识又将她带到那一段过往 梦到分手前对方不肯承认劈腿 睡醒后这个梦还记忆犹新 她知道潜意识并没有原谅这个人 而且后来她想通了 直言我为何要原谅她 我相信伤害我们的人 根本不会在意有没有得到原谅 最后她用目笑说 至今看到某位网红的诅咒蜡烛很有效 我是不是也应该来买一根 就是羽烛的主题 感谢观看